混沌之地 东方 无数高级妖魔密密麻麻地聚在一起 浓浓的魔气聚成一团直冲云霄 在那数千的高级妖魔阵营前列 在数名手指长脊 浑身魔气滚滚 形成无数魔神像的绝顶魔族高手环绕之中 一名披着一件淡来绒毛披风 身着套着黑色香淫气的 紧扣紧衣 瞳孔成淡紫色的男子 正摊开一张古老的羊皮纸 研究着什么 周围一众魔族的强者 掠过男子的目光中 满是尊敬 一个个摒弃止息 大气都不敢出 生怕惊扰到 这人族男子跃途的进展 砰 一声巨响 天空一道黑影 夹着呼啸风声 斜斜地从上空坠落 在地面二世上出 神形骤然一指 随后轻轻地落在一众顶级妖魔身前 啪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 那黑影身后 十二对璀璨黑色的光翼 舒展开来 那正在浏览羊皮纸上 残缺地图的英俊男子 猛然抬起头来 目光掠过那十二对美丽至极的光翼 一丝亚然的神色浮现在脸上 脱口呼道 鲁西法大人 身后一众妖魔本带出手 但看清对方长相 以及那标志性的十二对羽翼 脚步骤然止住 相继低下头去 恭敬道 堕落之王 参见大人 一丝诡异的笑容 浮现在风云无忌的嘴角 很快一闪即失 第447章 魔族天才 你们可是魔帝皇坐下 风云无忌开口道 将鲁西法那身为堕落之王的傲气 与上位者的气势 学了个十分 我是暗鸡古德 乃是魔帝皇坐下 新任黑暗军团大将军 不知堕落之王大人 何以有空 突然驾临我处 那身穿黑色紧织制服的 年轻男子 微微一躬身 开口说道 高贵与儒雅 将他衬托得 如同一位失落在妖魔之中的人类王子 果然 他原来是那个暗鸡古德 风云无忌的目光扫过暗鸡古德 心中暗暗点了点头 不过在脸上却是露出了一种不悦的神色 你们可是有什么不方便 或者说我不应当来这里吗 众妖魔的神情一致 一脸的尴尬 不论如何 众人也不敢轻易地得罪鲁西法 毕竟 一一的堕落天使军团 加上天堂之门一样 能够收回堕落天使的众魔殿 对于魔界的十三位王朝 任何一位王朝大帝来说 惹成这样的强敌 都属于不治之举 微微一笑 暗鸡古德开口道 哼 大人不要误会 堕落之王能够驾临此地 我们都感到分外的荣幸 只是稍稍有些意外而已 若是惹动大人生气 还请见谅 哼 揣渡着鲁西法此时应有的反应 风云无忌挥了挥手 无所谓道 既是如此 本王自然不会和你们一般见识 直说也无妨 本王只不过陆地此处罢了 看你们四在观摩意志图测 心中好奇 便过来一句 不知 可否接本王一跃呀 你 暗鸡古德身后 一众体系强悍的妖魔 怒喝一声 便于出手 出手 暗鸡古德一伸手 阻止了身后一众妖魔出手 脸上略显犹豫之色 随后 微笑着示意身边一名妖将 将表面平滑的石板上 那张羊皮纸给风云无忌递过去 同时说道 这是我朝陛下 千方百计得来的一张混沌之海 时间之鉴藏剑的地方 当初上一次混沌之门大开 我魔族根本没有逃出 逃出来的或许神志不清 或者不久就全身无伤无痛的死亡 因此这张地图倒是颇为珍贵 虽然残缺了一点 不过 堕落之王大人若是坚持一官 自无不可 拿去就是了 安吉古德 壮辱无意地掠过风云无忌身后 十二段璀璨的黑暗光益 目中迅速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异色 风云无忌表情看似轻松 挥洒自如 实则 一直在注视这名 很可能是劲敌的表现 那一抹异色 被风云无忌迅速地捕捉到 小古怪 风云无忌心中暗道 这安吉古德不简单 只怕是从我身上 瞧出了一些破绽 这妖魔只怕宋徒是假 事态是真 大人 请 那伸过两丈 全身披着黑色鳞片 头上低脚 超过二尺的魔族强者 与其恭敬道 两只粗糙巨大的手臂 抓着古旧羊皮纸的边角 递了过来 你拿着 我看一眼便可以了 风云无忌淡然道 我们将军说了 这图 大人拿去便是 那妖魔说着 放在羊皮纸 边角的一只手臂 一人带着一股熊熊 如烈焰燃烧的魔器 爆轰而出 拳头所过之处 一层层的空间 被压缩那硕大的黑拳上 重重地轰向了风云无忌 轰 一声巨响 那高级妖魔前进得快 但后退的速度更快 铁拳刚刚递进风云无忌 身前二尺处 突然所有的拳进 暴舍而回 主动轰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与此同时 风云无忌猛然踏前一步 一把抓住那妖魔 几乎被自己磅礴的力量 向后折断的手臂 同时 体内最强建议 一股脑送入这名妖魔的体内 吹哭拉朽般的 直接一路轰向她的心脏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那名子慕妖魔 先是被自己强大的魔器反噬 接着又被风云无忌 将最强建议送入体内 两股尽力之下 身体顿时如断线风筝般 抛肥而起 同时 手臂在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中 像拧麻花一样的炸开 转念之间 风云无忌霸道的剑气 便从那魔族内部将它肢解 剑气蔓延下 体表瞬间崩溃 四方一道的魔影弹起 试图接住那名魔族 然而还没等他们接住 便听到 砰 一声巨响 那名魔族的身躯 整个在空中炸裂开来 化为漫天的血运 夹着强大的劲道 向着四方击射而出 将四周飞起的魔族 炸了个满头黑血 敢对本王不敬 真是自早死路 风云无忌 缓缓地收回收掌 脸色阴沉 吴西方 你不要太过分了 受此惊变 原本慵懒坐在大地上的魔族 豁然起身 安吉古德身边 似乎颇为亲近的魔族 叫道 一缕寒光 从虚空之中滑过 那丑陋的头颅 顿时翻滚落地 安吉古德 优雅地收回了 安吉十字箭 吹了口气 转过头来 对风云无忌淡然道 我是新任的军团将军 在军团里 还是有些人 并不怎么信服 总是擅自做主 说来 真是惭愧 只希望 鲁西法大人 不要见怪 我们摩帝皇陛下 并无意 与堕落天使军团为敌 风云无忌怒哼一声 脸色不善 安吉古德 你好大的胆子 你莫不是怀疑 本王是假冒的不成 居然敢支持手下 试探于本王 说吧 身后十二对黑暗光益 刷了一声张开 淡淡的黑色焰火 从光益的边缘腾起 身后的虚空 也变得黑暗起来 一副似乎 随时都可能出绝招 对付众魔的样子 到了神级后期 几乎每个人 都有一套 制敌的绝招 在与堕落天使 鲁西法未面 投影交手过程中 风云无忌感觉得到 鲁西法数次使用的攻击 都是非常凌厉而霸道 但还不足以 称之为绝招 也不足以 让风云无忌 产生威胁感 真正让风云无忌 产生一种危机感的 也就是最后被赤天使出现 从而打断的 黑暗主神之叹息 这种招式虽然强大 但却是鲁西法 借用某位主神之力 施展的绝学 鲁西法并非黑暗君主 但却能借助主神的威能 施展暗黑主神之叹息 不用想 风云无忌也知道 必是和当年鲁西法 叛逃天堂 并得到黑暗主神的 庇佑有关 能在赤天使的追杀下 成功叛逃到魔界 并且让十三位王朝大帝 身为忌惮 鲁西法身为堕落之王 必有某些惊天动地的强力绝招 而风云无忌 此时模拟的便是一副 十二亿堕落天使 即将出大招的情况 全身燃烧着浓浓的魔气 这些魔气 却是风云无忌在交手的刹那 趁机从那名魔族身上抽来的 此时则一丝不剩的 全部用来制造 害人的声势 一个巨大的阴影 从风云无忌的背后升起 鲁西法大人切慢 一抹焦急的神色 浮现在暗基古的脸上 联盟伸手阻止 看向风云无忌身后 十二亿的眼神 颇为忌惮 风云无忌这招啊 本就是吓唬众人的 按他的想法 鲁西法身后 有人意义堕落天使 一般魔界的争执 很少需要他动手 能令各方记得 必是有所依持 而自己所做的 边只要唬一唬 边就行了 祝魔果然上当了 堕落之王鲁西法 在魔界可算是一个传奇 自叛逃到魔界 圈下一块领域 好为地狱之后 鲁西法没有丝毫显现出 任何有野心的地方 异议堕落天使 均恪守地狱范围 堕落天使们 并不拒绝其他妖魔 进入地狱的范围 但是一旦进入范围之内 便需听从 堕落之王的节制 一个没有野心 但同时统领着 足以让任何一方 动心的堕落天使军团 若说不招人计议 是不可能的 挑战堕落天使 鲁西法的人存在 非常之多 其中不凡一些魔界 凶名赫赫的存在 当他们闯入众魔殿后 便再也没有出来过 在传闻之中 鲁西法拥有一招 足以猎杀 任何非主神存在的绝学 即便是黑暗主神 也不敢对他 轻易地发号示令 其地位 其实力 可想而知 说 风云无际冷冷地道 在下 绝无冒犯鲁西法大人的意思 事实上 我们伟大的魔帝皇陛下 一直有意与大人结盟 只是大人一直未给予回音 大人虽有十二支黑暗光益 但并无强烈的黑暗气息 故此 暗基古德方才一世 毕竟姿势体大 鲁西法大人若是无法释怀 暗基古德愿生受大人一招 暗基古德从容不迫地道 风云无际心中微微一动 生受鲁西法一招 这家伙好大的口气 好强的自信 莫非他掌握的领域 真的有如此威力 居然可以号称 挡下鲁西法最强绝招 他居然有如此信心 不对 难道还是在试探 不必了 本王岂会跟你一般见识 风云无际啪了一声 收回背后的十二根黑暗光益说道 此次天堂出现了混沌之门 摩帝皇若真有意与本座结盟 此次便是最好的机会 我们联合 我可以助你们取得时间之鉴 但作为交换 我需得取得你们陛下的承诺 即将尽全力支持本王与天界之间的争斗 风云无际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 暗基古德文言心中也是不由一颤 心知肚明 摩帝皇欲与堕落之王结盟之事 只是自己信口胡周 但脸上却没有丝毫表露出来 微微点头 语气平淡道 伟大的摩帝皇陛下 实是真心想与陛下结盟 没想到大人此时终于是转变心思 不管怎样 目前在混沌之地 我们希望堕落大人全力助我们 至于结盟之事 待我们取得了时间之鉴 一起离开此地 在下告知我们陛下 举行联盟仪式 堕落之王若是不放心 时间之鉴可以存放在大人那里 这件事 在下可以代替摩帝皇陛下决定 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代摩帝皇陛下决定 暗吉古德只怕是深得宠幸啊 想到此处 风云无忌产生了杀机 此聊聪慧机敏 有决断 同时实力强大又手握重拳 日后对我人族必成大欢 心中存下了这般心思 风云无忌再看暗吉古德 又是另外一种眼光了 暗吉古德看似慵懒 随意 但事实上 浑身随意流转的契机 以及目中时不时掠过的精芒 都表明 此人本性是个小心谨慎之人 而且双手 以及体内的契机 凝结位置 有意无意都处于防备状态 一时之间 风云无忌却是根本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更碍于对于 所谓绝对防御 一无所知 根本没有把握 可以一击将之击杀 如你所言 无奈 风云无忌 值得战时口头答应 缓图他策 独西法大人 不如我们一起研究 这时间之间藏匿的地图吧 毕竟 找到时间之间 才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此地 局势复杂 早日找到时间之间的藏地 我们便早一日获得优势 安吉古德微微地攻身 浅笑道 没有犹豫 风云无际 将羊皮纸递了过去 待安吉古德接过去后 方才道 作为你们的诚意表现 等天堂的天使出现时 我希望看到你们的一点诚意 这个自然 结盟是迟早的事情 大人的敌人 自然便是我们的敌人 若是他们不识实物 阻挡我们获取时间之鉴 此时死路一条 安吉古德慷慨地道 接着语音一转 不过 若是几位赤天使同时出现 恐怕还得依靠 堕落之王大人 您亲自出手了 这个安吉古德 果真是一点便宜 都不让人占呢 形势 颇有计划分寸 第一分神在魔界 恐怕遇到他 是个劲敌呀 风云无忌不担忧地想到 点了点头 风云无忌说道 那是自然 当下 安吉古德双手持着羊皮纸 仔细端向道 我已经研究了 结合这里的地形 差不多补全了这个图上 残缺部分 按照地图的指引 时间之鉴的藏地 应该在这里 顺着安吉古德所指的方向 风云无忌只看到了一片 飘渺的雾心 沉吟片刻 风云无忌开口道 那里 我来时有经过 一片平坦 并无任何异装 时间之鉴 不可能藏身在那里 你这幅地图 从何而来 可能辨认其正确性 安吉古德卷起了羊笔纸 胸有成竹 地图来历 大人不必知晓 反正在下可以保证 这卷地图来源绝对正确 这乃是我们陛下 以极大代价换来的 事实上 之前我也去过那里 正如堕落之王所说 那里是一片荒芜 地面全是碎石 并无半点神器应有的气息 不可能是时间之鉴的藏地 不过 我仔细看了一番 却是发现了一处异样之处 哦 风云无际露出疑惑的神色 心中却是威灵 此人身为魔戒势力最大的王朝 大地坐下的宠臣 心思细腻 有大智慧 若是日后统领魔戒大军 必成我族祸害啊 若是不细心 定然察觉不出来 按地图所示的那一块地方 我查探了一番 只发现了一个异样的地方 那里的压力 比其他地方要大一些 在那里腾空 也要费力一些 那其中 必有古怪 我察觉之后 不欲引起他人注意 方才屯兵于此 前辈若是有意 我等不妨一起再次去观察一番 只是时间不能太久啊